职场人说职场是,作为一个管理层,我们可以不懂技术,我们可以缺少经验,但一定要会用人,要会协调,并且要恩威并失地去管理你的下属。 毛爷爷的一句话拿来对管理层讲最恰当不过,胡萝卜加大棒,作为管理层,要会用人,很多人会抱怨,我的上司,没我帅,没我有能力,偏偏受老板赏识,老板的眼睛瞎了吗?真的是老板眼瞎吗?如果他们不是亲戚关系,那么你的上司身上,必定具备你没有的闪光点。 比如用人,你可能是个优秀的员工,你可能是个技术骨干,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,一个合格优秀的管理者。 技术,经验都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他会用人,让合适的人做适合的事,作为管理层要会协调,一件事情的处理,一起事故的善后,一次纠纷的调节,都可以很直观地阐述管理层的作用。 如果你想衡量自己作为管理层是否合格,那就做出一万个假设突发事件,你该怎样处理,一个好的管理层,将技术没有下属斗,将专精没有骨干厉害,那么在什么地方会体现出他的与众不同呢? 那就是协调能力,具有这项能力的管理者会将他的下属,以自己为中心,建立一个团队,拧成一股绳,就像渔民打鱼用的撒网,打多少鱼虽然取决于渔网的大小,但打不打得到鱼却取决于渔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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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